西班牙银行的壞状在7月创下近50年来新高 央行指出 7月间各银行所持有可能无法偿还的风险贷款 价值高达1693亿欧元 约占全部贷款的9.86% 几乎每十笔贷款中就有一笔被认为收不回来 占领华尔街运动借满一周年 近千名示威群众 今年聚集纽约街头 纪念占领华尔街运动一周年 揚言包围多间大型金融机构 过程中几名爆发冲突 近200人遭警方逮捕 台风38星期一登陆南韩 每小时155公里的强风和陶雨 打乱南韩的陆海空交通 造成多处山崩 上百户民房淹水 台风造成共45万户停电 南韩最大的河川落东江 六年来首度发布了洪水警报 38台风是两个月以来 第三个侵袭朝鲜半岛的台风 澳洲中西部在本月11日 有民众拍摄到火龙卷的影像 相当难得 影片中可以看到 地面上有一团火球 随后冒出阵阵浓烟和火光 好似发生火警 但其实这是自然发生的火龙卷 当地领悟局表示 最近因为有野火肆虐 加上近来雨量较少 提供了火龙卷发生的条件 也让人见识到大自然的力量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导